消防员拿着住宅火灾警报器 向民众解说它的功能跟安装方法 火灾来临时往往在人们最松懈的时候 为了防止火灾 消防局的这颗住警器 可以在侦测到烟雾的时候 发出警报声音 提醒民众及早发现火灾事故 消防局指出住警器发挥功效的案例 目前统计约20件 确实可以提醒民众及早逃生 那我们也想说住警器是第一线 防止火灾发生的时候 首先可以侦测到有烟的一个产生 可以及时的动作 及时的警告 让民众及时的谈生 那在这四年来 我们也一直努力着 在这里我们已经装了 我们总共装了五万多户的一个住警器 那要确保民众现在安全 那在这几年来 也发生过住警器动作 那也让民众只早发现 及早逃生 那总共有20件 发生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情形 也让我们有九位民众 顺利的获得逃生 而今年安装住警器的目标 锁定身脏民众 消防局结合社会处 只要是符合身脏补助资格者 都可以全面获得补助安装 帮助弱势民众安心生活 今年呢我们的 非常谢谢八个捐赠单位 那都是我们地方的信仰中心 以及相关的企业 那今年又帮我们捐了一万五千颗 因此到我们今年年底 事实上我们的四年六万颗就可以达标 那目前我们今年还检视到了身心障碍的朋友呢 因为在整个公共安全的逃生上面的时间 跟困难度都比我们还要高 所以我们今年锁定身脏的朋友 我们来体检他们的环境 以及需求 来帮助他们装设这样的一个住警器 提高他们居家的一个安全 新竹市推广住警器四年来成效卓越 今年也在善心人士的捐助下 募得一万五千颗住警器 在记者会上捐赠单位 也一一接受副市长致政感谢状 凯波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